看看著名卡通鼠萊堡的这三只花莉鼠 在瞧瞧地上的一颗星星 没错,鼠萊堡成功在好莱坞星光大道流明了 为了庆祝这项喜讯 三只花莉鼠还上台表演 在台上再歌再舞的他们赢得台下不少掌声 原来鼠萊堡今年已经来到第60个年头 陪伴无数人度过最美好的童年 你看过绘画画的猪吗? 南非就有一只充满艺术天分的猪,匹加索 他的爱好就是用水彩在图纸作画 而匹加索的作品更获得著名手标品牌斯沃奇的赏识 将他的作品制作成限量版表盘 表盘的售价为120美元,大约490令吉 但除了作画,匹加索和一般的猪有着一样的生活 你是不是觉得他很可爱呢? 芬兰正值冷嗖嗖的天气 但这些人为什么还要浸泡在冰水里? 原来这是当地一年一度的一项挑战活动 所有新创公司的人员边浸泡在冰冷的海水 边推销自己的公司争取投资资金 能撑到最久的新创公司就能获得1万欧元 也就是超过4万6千令吉的投资资金 这项搞怪的挑战是2014年开始举办 本届的胜利者是来自挪威的挑战者 他在冰水中成功撑了超过2分钟 推销自己的书店 如果你觉得冬天活动只有滑雪很无聊 不妨到加拿大体验这个巨型雪迷宫吧 加拿大一对夫妇多年来都会在秋天收割季节 在自己的农田上建造一个玉米田的迷宫 因为当地冬天天气严寒 他们去年底突发奇想 建了这个占地2789平方米的巨型雪迷宫 打破建立式世界纪录 成为全球最大的雪迷宫